今年暑假,我和家人一起去了北京旅游,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,所以有多有名的旅游情点。 到了北京,我们第一个居的地方是万里长城,这里有很多游客,长城这么长,爬长城比爬山更累。 听说到长城就一定去北半楼,这是长城最高的地方,风太大了,把我的头发都追乱了。 我们撒了长城就去吃北京有名的菜,北京烤鸭,水饺,馄饨都好吃。 旧豆腐虽然旧,但是也不错,尤其是糖葫芦,看上去非常洋洋,吃起来酸甜可口。 第二天我们去了故宫战关,上午我们结束了旅行,飞回越南。